大家好,我是Den 前AOA成员米娜再次在居家试图极端选择 被朋友发现后紧急松到了医院 根据媒体报道 因为联络不到米娜而担心的朋友就去了米娜的家 结果发现倒在房间里的米娜后赶紧打了119 当时米娜已经是失血过度的状态 经过在医院抢救后 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意识还没有回来 而在做出极端选择之前 米娜在IG发文解释了对于AOA事件的种种疑惑 并再次强调了自己是受害者 主张以AOA成员活动的10年来 自己遭到了被打被骂被污辱等的事情 因为这次的解释文跟之前重复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我就简单的整理了一下没有重复很多的内容 首先对于没有遵守我承诺的 暂时会停止使用IG自我反省的部分非常抱歉 但是我一直不开口 关于刘母的事情 心经病的事情 渐渐变得与事实不同 所以我想要全部都说出来 我从17岁开始了练习生生活 我是这10年来遭到了被打被骂被污辱的受害者 这绝对不是我的自卑感 也不是序言症 然后分成了几个部分解释了所有事情 首先是关于没能为父亲送中的事情 米娜先是重复了一直以来主张的 心经病是很可怕的存在 在他面前流泪就会被骂 所以我都不敢去看爸爸 然后在街道爸爸快不行了等联络后 我赶去医院 我到了之后 没多久就听到了B的声音 这算是送中吗 然后是关于公司照顾自己的行程的部分 米娜表示 那个时候我在离练习室4个小时的地方在拍戏 所以公司照顾的是我个人行程 而不是为了爸爸医院的行程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被***我只是说过我被行经兵欺负了 其他成员们是旁观者而已 是记者们擅自写上了**** 然后我跟黑酱 永娜姐姐的关系很好也是事实 我之所以说成员们是旁观者的理由 是因为行经兵要说来我家道歉的那一天 成员们都希望我能接受行经兵的道歉 不管我遭到什么事情 都只是看着或者是假装没看到 所以在我的立场他们就是旁观者 然后关于一书里面有册证的名字 我真的有很多话说 我们是一起成为练习生 有很多回忆 但是为什么会写在遗书上呢 肯定是有理由的 绝对不是因为他跟邢静明关系好 现在策略在很大的所属公司 简单的说就是有扣善 所以如果你记起来什么的话 希望你能联系我 但是你应该记不起来 所以最后在我家见面的时候 你说了希望我不要死 我也有呆信的部分 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说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个部分的翻译有点奇怪 但是这个部分的含文就是这个内容 然后最重要的是邢静明真的没有道歉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不喜欢我的理由 然后爆料他私生活的部分 是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道歉 但是我的十年还在进行中 过分的行为不该说的话 真的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太委屈了 太痛苦太愤怒太伤心 所以才会那样 现在真的是想停止了 但是关于大家说的妄想症 虚言症 你才是加害者 这些部分真的是想纠正一下 最后关于刘母的事情 我也想要全部说出来 但是我不能判断该不该说 当然也是因为有我的错 但是为了一直以来相信我支持我的人 所以真的想要结束这一切 再次对于没有遵守 暂时不使用IG的承诺 真心的道歉 现在因为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跟之前说过的内容差不多 关于曹亮以及刘母的事情 也只是说有理由 但是不能说 所以担心她健康的人是很多 但是反应还是非常不好 对于米娜的解释文 以及极端选择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米娜的解释文 对于米娜的解释文 对于米娜的解释文